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愈烧愈烈 周二晚上10点左右 消防队的活动仍然非常密集 因为在卡拉诺附近的索姆斯 周一发生了巨大的火灾 情况远远没有得到控制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股浓烟已经越来越大 并在傍晚时分蔓延到了波尔多附近 那里的一些居民感受到了烟味 周三 吉伦特省宣布 周二夜间又有300公顷的土地被烧毁 使被火烧毁的森林总面积达到3500公顷 消防员的目标是确保没有人受伤或房屋被毁 周二晚上有4座房屋被完全或者是部分烧毁 但是没有严重受伤的报告 吉伦特省的森林大火已经被划分为3个区域 并设有不同的灭火措施 消防员正在用预先部署的资源覆盖地面 他们将整夜工作并进行积极的侦查 在总共动员的900名消防员当中 有400至500名国家级消防员 还有300名来自吉伦特省的消防员 他们一直在前线工作到凌晨 大约200辆车在整个周边地区进行了轮换 目标是整夜保持工作状态 周三早晨 消防员通过直升机侦查来了解其过火范围 周二白天 当地的南风和西南风给消防员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从下午2点开始 火势重新活跃起来 并开始再次爆发 一个小村庄里的十来户人家被疏散 自周一以来 总共有大约840人被疏散 包括周二的300人 据吉伦特省省长介绍 索姆斯大火在周二的时候覆盖面积达到了1500公顷 这场火灾情况很复杂 因为土地被极其干燥的植被覆盖 9月中旬气温仍然很高 而且有旋转的风 省长说 当局在周二特别担心 因为火灾打开来通往圣埃莱纳市的大门 希望能够在那里阻止它 消防队将为此彻夜奋战 联合国核监督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组 就在扎波罗洛核电站周围建立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进行接触 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炮击该核电站现场 破坏了核电站的设施 包括切断了对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的电源线 格罗西呼吁立即停止炮击 并在核电站周围建立更正式的核安全和安保保护区 格罗西说 基本上这是一个承诺 即任何军事行动都不会包括或暗示瞄准 当然是针对工厂或可能影响其正常运作的半径 我看到有迹象表明 他们对这项协议也就是建立保护区感兴趣 乌克兰外交部周一表示 确保扎波罗洛核电站安全的唯一途径 是解除俄罗斯对该核电站的控制 将其交还给乌克兰 根据最新的政府统计数据 今年1月至7月 泰国的大米出口量达到了475万吨的高点 同比增长53% 泰国政府表示 预计2022年 该国的大米出口总量将达到750万吨 这将使泰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 仅次于2022年1月至8月 出口了约1123万吨大米的印度 泰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泰国大米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泰铢贬值 使泰国大米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以及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 导致泰国大米供应需求增加 特别是泰国大米对中亚和西亚国家的出口大幅增加 伊拉克已经成为泰国大米的最大进口国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全球粮食系统一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局势 俄罗斯和乌克兰于7月在联合国主持下 与土耳其分别签署了黑海粮食倡议 允许从黑海的三个关键港口 即奥特萨、切尔诺莫尔斯克和油资内 大量出口商业粮食和化肥 同时 俄罗斯和联合国还签署了关于 促进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的谅解备忘录 这对世界粮食安全是一个乐观的信号 美国洛杉矶公共卫生局日前将一名居民的死亡 归咎于猴痘感染 这是美国已知的第一例因该病毒而死亡的病例 该部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经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联合核实 以确认该居民因猴痘而死亡 声明说 这名居民之前严重抵抗力低下已经住院治疗 并补充说 为了保护机密和隐私 关于此案的更多信息将不被公开 8月30号 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 报告了一名被诊断患有猴痘的人死亡 但当地卫生官员表示 现在确定猴痘在死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还为时过早 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截至周一 美国全国共报告了21985例猴痘病例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 2022年9月13日 英国伦敦 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的灵鹫 抵达伦敦白金汉宫 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的葬礼 将于9月19号星期一 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英国女王伊丽莎拜二世的灵鹫 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启程 空运至伦敦诺霍特皇家空军基地 安妮公主全程陪伴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3日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巴拉克列亚 俄乌冲突持续 乌克兰军队夺回战略城镇巴拉克列亚后 民众争抢人道主义救援物资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3日 阿塞拜疆军人越过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界 接近亚美尼亚阵地 据报道 当地时间12号晚到13号凌晨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边境发生冲突 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冲突 当地时间9月13日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交火 已经造成至少49名亚美尼亚士兵 和50名阿塞拜疆军事员死亡 克里姆林宫当天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尽其所能 化解双方敌对情绪 以上就是本期还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